大家好 我是反光社长 今天是7月18号 昨天我才录了一个视频 反映一下昨天宜昌市的长江段的长江水位 今天宜昌市连续下了一千的雨 下了很大的雨 下了一千 没有晴 然后我上网一看 看到YouTube上面有人发了个帖子 就是说成了中央命令三峡泄洪 三峡泄洪然后有多少人会被受淹 这个事情三峡那边如果泄洪的话 根本就不是秘密 它一旦一放水马上就会反映到一仓段的江面上来 所以我很好奇啊 既然都有命令传到网上了 YouTube上面都有命令 那我肯定要去了解一下吧 所以说我现在呢 又来到了江边 熟悉的江边 今天在下雨 所以打伞拍摄不方便 现在我又来到了江边 看到了江边 看到了江边 没有人啊 因为下雨没有人 看看水面 看一下水面 涨了没有 确实涨了 确实这个水 相对昨天来说 确实涨了不少 看见这命令的消息是真的 你看昨天 昨天应该来说 我这打伞不方便 所以说下雨拍摄不好吧 昨天的水位应该在这个下面一点点 应该有个 我也不知道多少 反正大家可以看视频吧 看我昨天的视频 可以就知道 昨天的视频就知道 这个水位涨了多少 反正我可以肯定 因为我昨天也是这个点来到江边 昨天大概也是下午六七点钟的样子 现在也是六七点钟的样子 我又来到了同样的江边 大家可以看到下雨下的这个水道上 这个斜坡上面的水 我再往下灌 然后你可以看到宜昌 同样的江边 昨天来的时候 应该要比今天的水低一些 第一个二三十公分 今天又涨了二三十公分 而且今天又下了一天的雨 看对面 看对面的雨 烟雾朦朦 这个崇山峻岭的烟 烟雨的这个景色还是很好的 江水你看 哇全部都是垃圾 这江水都是垃圾 说明说明是上游肯定放水了嘛 放水之后垃圾的冲 甚至就冲过来了 否则的话 这突然之间哪来这么多垃圾 江水确实涨了 上游确实肯定放水了嘛 然后我们去同样的老地方 老地方这个桥 以前很多人在那钓鱼的桥 然后我们现在也走过去 下雨真不方便 所以这命令 这命令看来是放水 我相信 现在这个汛期啊 长江 特别是新加坡区那边放水 一定有 一定要是 肯定是得到一些高层的命令之后 它才有可能放水 特别是汛期啊 你看到现在还有一个人在这钓鱼 你看这 这桥 这个桥这里就很明显 水涨了 可以说 跟昨天比 涨了 两个三个台阶的水位吧 你看 你看 这家伙在这儿 钓鱼 钓起来了 哎呀 不错哎呀 哎呀 你看这个人钓了一条鱼 哎呀不错 真的有鱼钓了 你看这个水位真的是长起来了 这个好像是怎么说呢 是我拍摄这么多系列的视频中间 水位最高的一天吧 你看 跟我反正我 今年以来我看到的水位最高的一天 现在钓鱼的都是年轻人啊 我还以为钓鱼的都是 以前看到的都是大叔 大爷退休了 哎这些人还在这玩水 哎 好了 出一下 露一下脸 可以看到 江水确实长了 长了不少啊 根据 如果跟上个星期比的话 那确实 把前一段时间 降下来的水位全部又长起来了 长的好像 长了不少啊 说明上游泄洪泄了不少 而且宜昌寺你看 我昨天拍摄完了之后 今天一天宜昌寺都在下雨 这一段时间以后都会下雨 这水位真的是 三峡大坝那天泄洪说明压力很大啊 因为他他也知道下游那边 水患很严重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 他肯定不愿意放水嘛 我想肯定上游的压力很大 导致他不得不放水 这一放水马上一上四就反映出来了 我们就看到了 这根本就不是秘密 看到三峡大坝一放水 这还是什么秘密 至于是什么人要他放的 那就是秘密了 刚才简单在江边楼下的江边拍摄了一下 看了一下水位 确实水位涨了不少 涨的应该有三到五公分左右 跟昨天比同样 我昨天也是这个时间到江边去 然后今天也是这个时间 也就相隔了一天 昨天宜昌寺下了一天的雨 但是宜昌寺的雨应该不会影响到这么大的水位的变化 虽然也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更觉得应该来说结合江面上的垃圾这种飘的 我更觉得相信应该是上游飘过来的 否则不可能 宜昌寺仅仅只是宜昌寺下雨 怎么江边这么多垃圾啊 所以我相信应该是上游的山下大坝那边 排了一部分洪水 泄洪嘛也就是说 可见呢 我作为一个不专业人士的分析啊 可见在下游水患呢 还有很严重的情况下 应该来说 常理的话 如果可能的话 尽量应该是上游大坝不放水的 但是既然上游大坝放水呢 说明就是不得不放 不得不放的意思就是说 上游的水的水位 或者说为了去 为了腾出空间 或者说他那边的水位也已经高了 什么的原因吧 也放了一些 或者说他也考虑到下游的水位 有这个能力承接 所以他就放了一下 至于什么原因呢 我当然不知道了 但是我能观察到水位的变化 和我们这里天气的变化 来推导整个水情的影响 所以我只能把我看到的讲一下 因为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希望大家关心 希望有关心 这今年整个从空观上来讲 整个中国的水患的情况 和三家大坝的情况 和关心一上市的朋友 都能够了解一线的情况 每天的变化 所以如果有人在网上到处 瞎传一些什么消息的话呢 我这里呢就可以一线告诉大家 水位的变化 直接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水位的变化和天气的变化 不用到处乱七八糟的瞎拆 你瞎拆也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拆 我这里告诉真实的情况给你 然后你再去评论做评论下拆都可以 但是你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 所以今天的视频呢就很简单 仅仅只是拍摄了一下水位 以上是天气今天下了一天的雨很大 可以说非常大 好了 今天就这样了 如果有一些什么突发的情况 我也可以再拍一下 好了 拜拜